大家好,我是欧飞欧,欢迎收听我的video,如果觉得我说得不错,请点赞,订阅加收藏,您的喜欢是我以后继续做视频的最好动力。 何小平的父亲在女儿六岁时被打成右派,不堪批斗而自杀,林丁丁在练踢腿时把带血的卫生巾踢出,这成为刘峰喜欢林丁丁埋下了伏笔。 触摸事件,刘峰把手伸进了林丁丁衣服里。触摸事件后,林丁丁检举了刘峰,而非恰巧被人看见。林丁丁的检举,直接造成刘峰人生出现重大转折点。 当时的大环境下,互相揭发,相互出卖一直被灌输成正义的象征。 触摸事件后,刘峰遭到文公团战友公开批判。批判会每个人都发言批判了林丁。 锦和小平沉默,一个不被善待的人最能识别善良,在时代的大背景下,和集体不一致的行为容易受到排斥。 甚至被荡阶级敌人对待。 萧惠子不止一次地提到刘峰的笑中隐藏着一丝邪恶。 萧惠子父亲亦被打成右派。 萧惠子是在阶级矛盾中有着复杂心理的人。 萧惠子与陈灿纸上恋爱了半年。 好书文因为嫉妒萧惠子,色诱了陈灿。 并唆使臣出卖萧惠子。 萧惠子从而遭到批判。 成为和何小平一样受集体排斥的人,纸上恋爱。 反映了那年代的禁欲主义,好书文和萧惠子的相处中并没有激烈的矛盾。 直至故事尾声,才揭开了这层。 其实是把他们年少青春时的样子赤裸裸地撕碎。 那些怀念当年的我们何曾不一样? 仅是未完全撕裂的形态,好书文与陈灿偷情被刘峰撞见。 但刘峰并未揭发。 这成为刘峰在海口困难生活时候好书文对刘峰帮助的因素。 故事要告诉我们。 除了革命情谊, 还有弥补。 从毛巷下盖过的黑色大幕,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。 何小平在陆军医院认识了一个牌长。 结婚两年后牌长死于战场。 何小平在死人堆中翻出气息尚存的流风。 这亦是何小平精神失常的因素之一。 还有文革的批斗。 医生说, 大白菜冬天放在室外不会坏。 一进温暖的室内, 就坏了。 林丁丁嫁给首长儿子。 一心想攀高知的他却被抛弃。 而远嫁澳洲后再离婚。 两次婚姻的失败。 他亦是阶级矛盾下的受害者。 萧惠子成为了作家。 但婚姻的不幸让他选择了离婚。 影片中。 萧惠子。 好书文。 林丁丁结局都算圆满。 呈现出治愈式的结局。 这样可以抚慰还活着的人或有相似经历的人心中的伤痕。 看不见的敌人。 电影里始终没有出来敌人的样子。 描述的是。 他们不仅仅是战场上的战斗。 而是和看不见的敌人在战斗。 这敌人可以是时代。 亦是自己的内心。 君二留字。 一个整天游手好闲的君二代与好书文结婚。 后来成为爆发户。 赌博。 养小三。 后来两人离婚。 这君二代引射了谁? 提供线索。 海口房地产。 改革开放时做倒爷发财。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。 不务正业的君二代和战斗英雄刘峰的穷困潦倒成为先名声的对比。 这讽刺了谁? 战后刘峰与一个从良的小姐同居两年。 战后刘峰艰难困苦地在海口生活着。 她是残酷战争遗留下来的伤口缩影。 昔日的活雷锋与小姐同居亦是对中越战争英雄的莫大讽刺。 刘峰阴癌症去世。 而影片结尾则是刘峰在车站抱着何小平。 影片的结局是美好的。 现实却是将时代的伤口撕裂。 观众更倾向看到美好的结局。 而现实终究是残酷的。 王府警附近一个退役军人。 像一个投给他五毛钱的孩童进了个军礼。 战后军人的待遇以及时代的冷漠对历史而言有着莫大的讽刺。 好了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感谢收听。 如果喜欢我的video请记得点赞。 订阅加收藏。 欢迎留言与指教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